4月5号这天 全球基督徒都有复活节的庆祝活动 屏东县雾台乡也不例外 清晨六点来自雾台乡各教会的信徒 就聚集在古川大桥下举行联合礼拜 一同纪念耶稣的复活 因为雾台 以前主张基督雾台 雾台基督这样的一个理念 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化为具体 然后整合我们整个族人的力量 今年大家透过各教会的牧师 透过卢凯族宗教联盟的协助 今天的活动才有办法顺利 礼拜结束 立刻进行复活之路过十四关的剑走活动 其中有三十位青年组成的背负十字架族 将从伊拉背到雾台部落 让这次剑走活动充满浓浓的宗教味 接着参与民众会到雾台部落文化广场集合 享受青年团庆门一系列的诗歌饷宴 让舞台乡民度过一个复活节的假期 接着霸荡屏东舞台采访报道 最后会发生的说明 有点子 谢谢